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,时据虽已近3月底,但东夷仍然不能收,中央气象局指出,下周不仅有封面,可能为玉山带来降雪,也将有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台湾,中部以北低温可能下碳11度,必须多留意冷热转换的天气。 不过在冷气团报道之前,明后两天都仍属于稳定天气,各地多云道晴,南部高温上碳30度,中部以北也有28度,民众不妨安排户外活动。 气象局说,明天到后天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,天气趋向稳定,景迎封面东不可能有零星雨。 后天晚上开始,天气会出现变化,预计到周二之间会有一波封面通过,西半部及东部可能会出现雷雨或震雨。 白天也会因为下雨,云多,气温略降但幅度不高。 不过后天晚上至周二清晨这段时间,因为高山水气跟温度有配合到,玉山不排除有降雪可能。 气象局还说,周三开始,大陆冷气团影响台湾。 周四及周五清晨将会是最冷的时候,中部以北低温下碳11至13度,南部及东部大约13至15度,而白天中部以北也是天凉,高温大约17至18度。 中南部,花冬则受影响程度较低,高温还有20度以上,甚至可能达到25度。 尽管温度上较冷,但气象局也说,这波冷气团水气偏少,近东半部,北部山区可能有零星降雨。 到了周五白天开始冷空,气象逐渐减弱,气温每天乘1至2度的幅度回升。 整体天气方面也属于比较稳定的形态。